大家好 各位知道我手上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笔记型电脑的硬碟 硬碟呢 电脑里面主机当然也有啦 这个是小硬碟 主机里面我们通常叫大硬碟 这个硬碟在电脑里面是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它负责储存你的资料 储存你的软体 那如果你的电脑坏掉的硬碟坏掉的话 我想你应该会哭很久 因为重要的不是电脑设备 那个花钱就可以解决 重要的是你里面的资料是今年累月累积的成果 或者是可能是以前的偶心力写之作 甚至是家族小孩的照片等等 所以资料的保存是非常重要 那除了今天各位会教 今天会跟各位分享 我们 怎么去检查硬碟之外 那我们也会希望大家能够 有一个云端同步的概念 把你的重要资料可以存到云端 或者存到不管是公有云或私有云 去做一个云端备份的动作 那么现在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在检查硬碟的时候 我们会习惯把硬碟先接到一些 接到外接界面 那 外接界面的话 我个人习惯是会用这种东西 那这个是 其实是硬碟外接盒的那个界面 我把盒子丢掉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 在这个外面买到外接盒 像这样子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笔记型电脑 2.5寸硬碟的外接盒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各位看 那个界面的部分 那很便宜 也很好用 然后如果你是大硬碟 或者是你是比较常常常要去帮人家修电脑 检查电脑的 会建议你买这一种 那这个只有两个槽 它有单槽跟双槽 大小硬碟都可以用 直接插上去就好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硬碟插到电脑上面去 然后 另外跟各位介绍两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呢 第一个叫做CrystalDiskInformation CrystalDiskInformation 那这个是用来检查你的硬碟的相关资讯的 那各位可以到他的官方网站去下载 那这有三个 请下载左边 这个是英文版本的 然后另外他还有一个叫做DiskMark 这个DiskMark是测那个电脑效能 硬碟效能的 那我们要用的是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软体呢 叫做HDtune 那这个是可以 也有刚刚那一个软体的功能 那 它还包括帮你做硬碟表面的检查 那不过试用版的软体 它大概可以使用30天 然后免费 那反正我们硬碟也是很久才检查一次 所以用试用版就可以了 好 请各位下载回来 下载好之后呢 安装好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CrystalDiskInformation 跟HDtune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CrystalDiskInformation 那如果你不确定 这个我们会建议各位就是定期打开来看一下 那你要检查的硬碟在这边做挑选 这边做挑选 选到你的硬碟 那如果你的硬碟的那个smart表里面 它发现有问题不稳定的时候 这边的灯号会改变 改成黄灯或红灯之类的 那灯号改变之外呢 这边会跟你讲说 健康状态可能不是很好 然后比如说 它可能会有这个C5啊 或者C7啊 C6等等 这边会出现一些不同样的颜色 那我会建议你 如果万一有不同颜色的部分 你就表示这个硬碟快要有状况了 那就会建议你赶快把里面的资料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 然后换一颗硬碟 不要等到那个硬碟出现马蹄声 咕咕咕咕咕 那就可能很难救的回来 所以这个是 Crystal Disca Information 这个软体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定期打开来看一下 检查一下你的三颗硬碟是不是 是不是良好正常 那 好 那另外一个呢叫做 HT2 那它有这个其他的功能 那首先一样你要先挑选你要检查的硬碟 好你要检查哪一颗你就去选哪一颗硬碟 好那选好之后呢 选好之后呢 选好之后我们主要看两个地方 第一个 Healthy就是刚刚的那个Smart 硬碟Smart的那张Table 那张表 那所以这边如果有问题的话 一样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它会有不同的颜色 出现不同颜色 所以有问题就换 有问题就换 然后另外在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看 如果你担心 如果你常有些资料奇怪 档案就 突然就开很久 或者是说 那个档案就回损打不开 那你就要怀疑说 你的硬碟的表面有那个物以持续不稳定的部分 那通常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来这边做错误扫描确认 那这个错误扫描确认的话 我们通常第一次会开Quick Scan 就是让它快速扫一遍 那直接按Start 它就会开始在你的池碟表面 每一个池轨都做一次测试 很快的测试 那通常啊 如果说你的硬碟 已经开始出现那个 嗡嗡嗡嗡的声音的话 那其实 它可能就会少到某一个地方 就会卡住不动 就会卡住不动 那就代表你那个地方 已经有坏轨产生 那有坏轨呢 就会建议你直接把它换 资料能抠的 还是赶快把它抠出来 那那个坏轨的区域啊 它会出现红色 或其他颜色 那那个地方的资料可能就会读不到 读取不了 那这种情况呢 你的资料其实有一部分还是会存在 还是会存在 那所以你就要利用这个其他软体 赶快把可以读的资料先复制到别的地方去 那如果你想要做这个彻底的扫描 我们会建议你把Quick Scan拿掉 就是让它慢慢扫 那慢慢扫这个会很久 可能会需要到整个晚上 甚至一两天 看你的硬碟的大小 还有那个磁轨受伤的程度 那我这边就不继续了 所以大概会用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看Smart Table 一个是直接去检查它的 磁轨的表面 磁碟的表面的那个磁轨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 有问题直接换掉 然后平常尽量就去跟云端做同步 或者跟你的私有云NAS 做一些同步备份 养成习惯 这样子在硬碟坏掉的时候 就不会很痛苦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喜欢的话请你在右下角按订阅 按赞谢谢